早晨好 我醒了 水泵柴油加热打开 灯打开 先去遛卡兔子 走走走 先去把太溜了 再回来洗脸 外边还是有点冷的 我们车里边开了空调 别开太阳很大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鞋穿着 外边估计就只有个十几度 好走 门关上 我们就拿尖石纸 怎么办 尖石的纸拿上 好走 我拿了 两张 这边走 这边 还是有风 这边的风一直不断 今天上午起来雪山上面一点云都没有 有那么一丝丝 能看到整个雪山 今天天气不错 可能是风大吧 云吹走了 那这个停车场突然间来了好多大巴 我溜完狗回去洗脸 回到车边 回到车边 还是车上的话 走进去进去 车上一边我们开了空调 下边风又大 我们先洗脸 洗脸刷牙 起床 都开了 先泡一杯茶 顺便叫个外卖 我们来看有什么吃的 那吃个煎饼吧 可以 我天他这个煎饼 有点大呢 好 点个煎饼果子给他们 微信里通知一下 不要吃早餐了 好 空调不用了 车里边已经够暖了 现在车里边25度5了已经 是不是卡兹 哦对卡兹没吃饭 我说怎么呆呆的盯住 人点完饭给狗点 因为这个奶 得赶快喝了 奶我可单独找个盆子吧 孩子来吃饭了 来 我会给你 我去找个盆子给你吃 喝牛奶 哎羊奶 我看是不是 找盆子我们得出来找 这个不是我刚刚的狗盆 不知道给丢哪了 来这儿 往在这里 我天 就是我已经看到了 好 好 我给凯子喝点奶 不能喝太多 一起分开几天喝 你先放在这儿 先卡在那儿啊 好 放在冰箱里 看 挺爱喝的 好 我们得找一下拖鞋了 这两天太冷了 不想动这柜子 但是必须得动这次 因为我不知道塞到什么位置了 先把我们这两件羽绒服拉锤 顺便晒一晒 把这个羽绒服 长时间不穿 继续晒一晒才能穿 找到我提鞋了 真的是 好 防塞的狗粮得 放在它狗粮的位置了 这里边还有啥 还有一个 没有用的东西 好 找到了 就在这里 穿着拖鞋吧 这个越往那边走 这个地板越凉 顺便看这里边还有什么东西 剩下这些收一下 把奥斯卡的小零食 放起来 奥斯卡的小零食 这里边好像也没有 这边是这些东西 常年不用的东西 放底边 这个东西你放外面 你先要给你吃 还提鞋的简 这种我点了那个简笔了 反而不用吃走子 这里放 胶带纸 胶带纸 这些东西应该放在 这个下面吧 好我们把这个小柜子 整理出来把这个衣服拿出去晒 去把垃圾丢掉 去把垃圾丢掉 然后咱 把这双不拴的鞋 放到后边去 前边这个架子 堆太满了 鞋子放后边 垃圾丢掉 这两个给 这三个 先给 虎哥一会儿起来 虎哥应该起来了吧 你可以边走边在路上 边在路上吃 你不知道保养吗 都保养了吗 诶 范仙起来了 范仙起来了 范仙 虎哥 前面给我走 又要去 哈哈哈哈 风还是大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有点伞 这什么 苹果醋 天 这是配送的 是什么 棒棒糖 好吧 就一个豪华版煎饼果子 肉松 培根 鸡柳脆片 来几句 确实有点豪华 嗯 可以了 喝点什么 喝茶吧 早上泡了茶 啊 要不然太夜人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那天买的这个 地图怎么样 因为之前在网上啊 只是看那个大致的一个样子 哇这个写的还是挺详细的啊 嗯 从成都出发 从昆明出发 我们现在在昆明在 还没到香格里拉 在丽江 在这地方 长江第一弯 路上虎跳下 哦写的好 香格里拉 松赞寺 写的还是挺详细的啊 连这小路都写进去了 德青 电灶 然后到蒙康这个地方 和318会合 318从这边走 我们是从昆明这边走 川藏南县 林芝最后走 山南 山拉萨 日喀泽 阿里 喀什 这大概是我们接下来的路程 从 丽江这个地方走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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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芝走山南走 拉萨 日喀泽 阿里 然后到喀什 就进新疆了 这背后是啥 哪些地方需要办理边防证 它这边都有写 什么箱 全部都是什么箱 这都是边境地区 我们这次不一定能走这边边境地区 近藏必须物品 需要续知 这东西 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只有办 边防证的地方才可以 还可以这样的地方 哎 肉总要去保养 保养 保养车了 我们这保养真的是 三天保养三台车 我是第一天去保养 胡哥昨天 肉总他们今天去 地图我们要留起来 压压床下 床下吧 床单又有点皱皱的 今天肉总去保养